所以这种故事确实在刮嘴是很多的 包括08年双冠完的马林到了这个压 因为陈梦是在这个联赛的时候 今年代表了广东打的 所以这条来讲还球上面可能熟悉一些 包括平时比方赛季交流的多了一些 他和这个舞阳 扣理的竞争圈了 那么对他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一个自我的反省也好 总结也好 这个失败是成功之一段 消球的是后面赢你 对他越打到最后 就像这个赛事 第六级吧 动作就开始嫖了 想赢一个时候都很难 所以消球的时候啊 是要靠意志的 对 对 对 嗯 嗯 二比 这也是 金刀给到了刘古朗之刀 嗯 嗯 嗯 但球别人差 就是死转 现在两个运动员压力大 还又要攻我舞阳 我完了 就是舞阳输了 再来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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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漂亮 斩停6比5 7应该叫一下斩停 哦 这个什么孩子应该用反手去抢冲 哇 这阶段两个的呃 好在叫的双小不叫胖枣是吧 肉枣肉枣 出来了 爆打呀 这球上爆打了 他已经知道你一动起来拉 他更更不好拉 对哎 他还好冲啊 扣 对了 扣了 扣了 哎呦好球 扣了 漂亮 小球 哎呦 全都保守了 哎 但是舞阳在第三集 几个进攻状态也不好啊 是1比5这样的